你把他吃掉了,你把他吃掉了 我外面三人了 是愉快的 好吃 真的嗎?生白蘿也沒吃過他 我父親被取締了二個家庭 大家好,歡迎收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每一位知名導演的電影,都有獨自的風格跟特色 而常常橫掃國際大獎的日本導演《視之愈合》 就特別擅長透過日常生活的小細節 去描寫家人之間的情感祭絆 而一家人最常一起做的事,就是吃飯了 不管是絮絮叨叨的對話、冷漠疏離的對坐 或是溫馨關懷的分食 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蘊藏著導演的巧思 也呼應著電影裡面想要溝通的主軸 融獲本屆坎成影展最佳影片的《小偷家族》 是他的第14部長片電影 在這部作品中,他用了一個全新的命題來挑戰觀眾 那就是《血緣關係》是定義家人的唯一關鍵嗎? 在《小偷家族》裡 他將一群沒有血緣關係 被社會遺棄的人們放在一起 組成了一個最奇妙的家庭 靠著順手牽羊、領老人年金、出賣身體過活 但是讓《小偷家族》更為名副其實的 是海報上的那句標語 他們偷的是羈絆 而看完了這部電影之後我們發現 視之欲和也偷走了我們的心 《小偷家族》一家有五名成員 和矮的奶奶、風趣的爸爸、賢慧的媽媽、溫柔的姐姐 跟開朗的弟弟 一家無口過著平靜無波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爸爸跟兒子意外發現 鄰居家陽台上有一個飢餓受動的小女孩 似乎還被家暴過 於是不忍心的爸爸決定把小女孩帶回家過夜 但是隨著劇情發展 這個看似正常的家庭的真實面貌才被揭開 原來這一家無口並不是真的家人 彼此之間的關係竟不是夫妻 也不是祖孫,更不是父子 他們只是五個被各自原本人生拋棄的人 為了尋求慰藉而聚在一起 這個家庭乍看之下雖然貧窮、辛苦 但是身為觀眾我們卻有一種莫名的安心感 因為我們知道,這家人或許生活困苦 但是只要有彼此的輔助跟關懷 他們是撐得過去的 甚至還能從他們的日常嬉笑怒罵中感受到幸福 這群冒牌的家人之間的互動不只自然 更是充滿了溫情 而組成這個家庭的謊言 在對比各自真實人生時的各種殘酷 更加顯得令人留戀 看著這家人在各自不幸的故事中 在這個非典型的家庭裡 努力維持著幸福的假象 我們不禁感受到 真相有時之所以難以被接受 是因為謊言聽起來美好多了 這個家庭的每個人都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 像是慈祥的奶奶原來只是一個寂寞的獨居老人 在丈夫外遇、另組家庭之後便獨自生活 直到她遇見了小偷家族裡的媽媽姓黛 奶奶沒有家人,為了生存 除了老人年輕之外 她還會定期去前夫兒女家中拜訪 利用對方的罪惡感 多少拿一點零用錢回來 而小偷家族裡的女兒雅濟 其實就是奶奶前夫 在令祖家庭以後的孫女 雖然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奶奶卻把雅濟當成自己的寶貝 奶奶雖然說話犀利又愛計較 但是她很感謝在晚年時 有這樣的一家子陪伴著自己 全家去海灘遊玩的那一天 她親身地對著遠方的家人們道謝 隔日安詳地辭世了 雅濟是一位陶家少女 青春年華的她 與奶奶常常討論著 怎麼利用出賣身體 可以拿到比奶奶年金還多的錢 在她工作的店裡有一個不說話的常客 每次見了面也只是躺在她的腿上 聽她說家裡的所事 這樣的互動看似異常 但她們卻很享受著彼此的陪伴 同樣說不出口的愛 我們在奶奶的純語中 在那位男客落寞的神情裡 還有在最後 終於親身叫出爸爸的祥太身上聽到了 金錢使得她們彼此利用 但是持續聯繫著她們的是那暗藏在其中的愛 奶奶過世以後雅濟才得知 奶奶每一年都會去自己親身父母那裡拿錢 但是她也不曾透露雅濟就在自己的身邊 或許雅濟會忍不住猜想 奶奶的愛到底有多純粹呢? 但是我們知道 奶奶對孫女的關懷是真的 雅濟對客人的心疼是真的 祥太對爸爸的依賴也是真的 這些付出或許都有其他的動機 但是不管如何 在對彼此付出的同時 她們不禁流露出了最真實的情感 即便能替對方做得不多 但卻仍然想要盡力去做 因為 有時候幸福就是 替你盡力去做那些我能做得到的事 Sometimes happiness is simply doing everything that I can for you 小偷家族裡的媽媽信代 原來曾經是一位封城女子也遭遇過家暴 所以當她看到被撿回來的鄰居女孩百合 身上有著跟她一樣的傷的時候 她便下定決心要保護百合 不讓她再受到傷害 直到祥太刻意被抓使得全家落網 她跟爸爸阿智被起訴誘拐小孩 她也堅強地決定一肩扛下獨自入獄 而當警方逼問她 是不是生不出孩子才會誘拐別人家的孩子的時候 信代又哭又笑地說 難道那些親生父母有盡到責任照顧孩子嗎? 如果當初百合沒有被他們救出來 是不是還在陽台上挨餓受動呢? 這段劇情是導演用最溫柔的方式犀利地探問著 到底什麼才是家人? 如果只生不養 那即便是親生的又配當孩子的父母嗎? 反觀小偷家族這一家 在夏天的夜晚就算是看不到煙花 他們也寧可一起擠在屋簷下 看著只露出一小部分的煙火 就像是他們一家在這個社會上努力生存 藉由著彼此的陪伴找到屬於他們的小小幸福 故事的最後他們身為家人的關係畫上了句點 奶奶過世、媽媽入獄 兒子離開、小女兒回到原生家庭 但彼此的羈絆不會消失 在這個家族裡所有人都沒有血緣關係 但他們卻比這個世上許多疏離的原生家庭都還要幸福 雖然那個幸福就像他們看到的煙花一樣渺小、短暫 但卻都確實存在過 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軌跡 他們並不奢求能夠陪伴彼此一輩子 但卻非常感恩生命裡有彼此存在的每一天 而這樣的結局也讓我們明白 生命中總有些人 你以為只是過客 結果卻停留了很久 這部電影和其他世之遇和導演的作品在風格上頗為類似 所以在看的時候需要多一點耐心 但是我們向你保證 看完之後你不只會對自己的人生有許多新的體悟 也會更能用同理心去看待身邊的人 特別是你的家人 我們非常推薦這部優秀的作品 而你如果也對其他世之遇和導演的電影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在影片的下方也附上了Castplay on Demand的影音平台連結 歡迎大家去找來看喔! 我們每週都會固定有新影片上線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就要記得訂閱 還要記得要按下小鈴鐺喔!